我觉得如果来讲是15岁的话 你有产品 你没有市场 让它去欣赏你 所以讲所有的你那些开销不用自己出 好啦,Izac他只是有15岁罢了 他是有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 他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上网 他的问题是害怕 害怕要做LIFE 他不懂怎样要开成 卖他自己这个品牌在网上 他需要老师带他 老师,别有卖他只是15岁啊 老师,你不要当他51岁这样子讲话 首先,Izac 我很高兴 我觉得你的父母也应该很高兴 你是一个很勇敢的年轻人 因为你敢做 在15岁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是种种类类的 我不会转来转去 我也不感激想任何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来讲是15岁的话 不要开生意 你有产品 你没有市场 你有的是什么呢? 你懂的设计 这个才是重点 你去找一些 一些线上已经出了名的人 YouTuber啊 Influencer啊 一些公司在online啊 Direct message啊 跟他合作 给他去卖 你跟他抽佣金就好了 必定你还年轻 你累积多一点经验 不要这么快想要一下子赚多多钱 improve你的killer presentation 做pitching copywriting 你可以学了Super Salesman 我们的O2O 过后呢 跟一些已经在做出生意的人 还是不会做线上生意的人 还是没有想到要在线上做生意的人 帮他赚钱 让他去欣赏你 所以讲所有的你那些开销 不用自己出费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我们讲什么 共同的赢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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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赢 自己本身赢 对方赢 市场拿到你的design 又漂亮 又好看 又特殊 市场也赢 不要放弃 只要你一个通道一开啊 推你的产品的话 你就被认同了 可能给你一年两年 名字慢慢build起来了过后 才想要出道 不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